大家好我是牛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鬼才导演 昆听力 奇葩另类二战片 无耻混蛋 故事分为五个章节 一共有三条线索 四对人马 从不同的方向 汇集于巴黎的一家电影院 展开最后的决战 本片故事真可谓是粗俗暴力 没有定势 情节跳跃 处处意外 步步聊人 第一章 故事发生在德军 占领法国领土的初期 这一天农场场主牛大段 正在家门口劈柴 远处驶来几辆德国军车 牛大段表情凝重 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车上下来一个军官 虽然面带笑容文质彬彬 但牛大段知道 咬人的狗不叫 这家伙就是臭名招著 鲜狠手辣的党卫军上校 皮昌山 人诵戳号 犹太鬼剑仇 专门负责猎 那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 进入牛大段家之后 老皮先夸奖了 大段的三个漂亮女儿 然后很有礼貌的 和大段聊起了家常 他这次其实有备而来 已经精准地掌握了 朝阳区人民群众的举报情况 牛大段家里就藏着犹太人 只是不知道藏在哪里 果然镜头一转 一家犹太人老小好几口子 就藏在大段家的地板 下面各个面色惊恐 连大气都不敢出啊 早有洗礼准备的大段 神色淡定地回答了 皮昌山的每一个问题 看似毫无破绽 但俗话说得好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老皮在面带微笑的聊天中 早已暗藏杀机 牛大壮的洗礼防线 被层层瓦解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他不得不含泪 只向下面 哒哒哒哒 德国兵对着地板 下面一顿扫射 犹太一家人就这样被打死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身材瘦小的小丫头 鹰子捉了出来 从此之后 一颗仇恨的种子 深深地埋在了 他又小的心灵中 第二章 美军组织了一个 由布拉德永强带队的 敌后武功队 队员全都是对纳粹 怀有深仇大恨的犹太人 任务是空降到 法国的德军占领区 专门实施暗杀行动 永强要求大家 杀掉德军后 割下头皮 就是对付印第安人的那种手法 目的是显示自己的荣耀 震慑敌人 其中有个德军军士 绰号叫屠夫 也不知道抽了什么疯 就是看德军军官不顺眼 一口气杀了十几名 自己的上司同僚 随后被捕入狱 永强得到消息后 果断带领武功队 前去劫阀场 将屠夫营救下来 并招安到自己的麾下 这天敌后武功队 又袭击了一个德军小分队 打死的人都现场割下头皮 留下几个俘虏 开始审问 德军军官是个硬骨头 硬死不屈 永强一看不招是吧 那就让手下的犹太雄招呼你吧 这犹太雄身强力壮 手拿一根棒球棍 令无数德军文风丧胆 犹太雄过来之后 二话不说 一顿面目全非棍 将德军军官的脑袋打个袭烂 另一个德军 吓得亡魂解冒 赶紧坦白从宽 汤汤汤汤 把情报都交代出来 临走的时候 永强在他脑门上 刻下纳粹图腾 虽然饶了他一条性命 但也让他带着一辈子的耻辱 画面来到另一边 从牛大壮家逃出来的小鹰子 已经长大成人 在法国巴黎 继承了亲亲的遗产 经营着一家电影院 这天鹰子在影院门口 邂逅了一个德国小将 陆地小炎罗 伊索尔 伊索尔对年轻漂亮的鹰子 可谓是一见钟情 两眼朔朔放光 拔不出来了 鹰子打心眼里讨厌德军 不可能给他什么好脸色 伊索尔搭讪不成 幸幸离去 第二天二人又在咖啡馆偶遇 鹰子发现这小将身份不简单 竟有这么多德军军官 找他签名合影 通过交谈后得知 伊索尔乃是德国家喻户晓的 枪神狙击手 曾经在一场战役中 击毙了200多名敌军 说起来无比荣耀 但鹰子却无法面对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柜子手 转身离去 伊索尔又吃一憋 想我堂堂一个民族英雄 竟摆不平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随后便安排盖世泰宝 把鹰子抓了过来 这里有个支持点 盖世泰宝到底是干什么的 德军的党卫军 是负责保卫侦破等工作的 类似于公安系统 而盖世泰宝 又是党卫军中的精锐部队 从你边上一过呀 一股收拨味儿啊 也看不出来秘密在哪儿 可能就跟咱们古代的锦衣卫一样 伊索尔早来鹰子 给他介绍了德国的宣传部长 说宣传部根据我的英雄事迹 拍了一部由我自己主演的电影 现在我向部长建议 在你的电影院举行首映式 到时候所有德国的大人物 都会到场 你的电影院可就火了呀 我对你的恩情你明白了吗 鹰子一听这话 稀里突然有了一记 这么大的恩情 我当然要报上一报 话说他的一家人 都被德军给杀害了 这么多年吃的不香 碎的不好 一直在寻找报酬的机会 这么多德国大人物 要来自己的地盘 真是正愁没有招 天上掉下个年豆包 当时就答应下来 第四章 英军获悉了德军 要在法国开首映式的情报 随即安排精通德语的特工 法莎前去刺杀德军高官 法莎到达法国后 先和永强的武功队 会合在一起 然后又和地下党接头 地下党的接头人 正是德国非著名女艺人 杨咪咪同志 杨咪咪可以搞到 首映式的邀请函 可以带法莎进现场实施计划 随后在法莎和杨咪咪碰头的时候 遭遇了精明无比的盖世太保 单单是听法莎的口音 就判断出了法莎 不是正宗的德国人 两方当下就打了起来 各自掏出家伙 噼里啪啦的一番火闭 枪战后酒吧里的人全部战死 只剩下杨咪咪腿部中弹 被赶来的永强就走 这下彻底打乱了永强的计划 自己就这么两个会得语的手下 全被干死了 法莎也死了 现在没有人会得语 可如何是好 他们混进电影院的难度大大增加 任务几乎是作废了 杨咪咪说据可靠情报 德军的大boss希特勒也要参加首映式 这可是现在难逢的好机会 或许你们可以假扮成德国的同盟 意大利人 我带你们进场 咱们继续执行任务 永强思前想后也只能这么办了 随后皮昌山来到了案发酒吧 发现了杨咪咪给德军小兵的签名 第五章 英子和放远小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打算用出一招火攻击 在首映式那天把电影院里的胶片全点着 然后小黑把大门锁死 到时候必然可以把德国人一网打击 终于到了首映式这一天 希特勒带领德军高层和社会各界名流来到电影院 杨咪咪带领永强一干人等来到现场 突然皮昌山横空杀出 他心里面知道这几个人就是美国特工 但他并没有立即抓捕 而是另有安排 皮昌山把杨咪咪叫到了一个无人的办公室 把他的脚放到了自己的腿上 从大衣兜里拿出高跟鞋 一对杨咪咪的心当下一凉 完了事情败露了 皮昌山一个恶虎 忽实掐死了杨咪咪 英国劫除地下工作者 杨咪咪同志壮烈牺牲 皮昌山又把永强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屋 这时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此时的德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 皮昌山甚至德国气数已尽 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帮助美国人干掉希特勒 他也算戴罪立功了 如果这时候他通知电影院的党卫军 暗杀计划肯定会失败 他让永强用无线电联系美军的上司 给他一份特赦令 保证他战后的人身安全 再发个美国绿卡 再配上会所那门啥地 你们的刺杀行动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永强一听皮昌山的脸皮可是真TM厚 我还没有会所那门呢 不过刺杀计划建在弦上 真要是被这个家伙捣乱了 那可不行 电影院里伊索去找放映室里的英子 想和他说说话扯扯蛋 但英子一心只想报仇 哪有心思跟你扯蛋 想赶他走吧 他却死皮赖脸的不走 为了不让伊索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英子掏出枪啪啪啪啪 将伊索打倒在地 可是这陆地小炎罗也并非浪得虚名 竟然在临死前掏出手枪 反杀了英子 一对乱世小青年双双倒在雪坡之中 呜呼哀哉呀 美军上司这边答应了皮上山的条件 只要计划成功 就带他去美军基地投降 电影院里 犹太雄为了保证行动万无一时 在座位下面安放好定时炸弹后 亲自去刺杀希特勒 他和同伴冲上二楼 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守卫 夺下枪支 冲进希特勒的贵宾包厢 哒哒哒哒 一代萧雄希特勒 被打成了马蜂窝 殉命于此啊 另一边 小黑点燃了屏幕后面的一堆胶片 熊熊大火 瞬间笼罩了整个电影院 犹太雄在二楼包厢 对着下面的观众席 一顿扫射 杀得好不过瘾 随着定时炸弹引爆 电影院化为一片灰烬 第二天皮上山和永强 来到美军前线 皮上山交出武器 正式投降 永强表示 你现在有特赦令 我不能杀你 不过将来 你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也没那么容易 咱们相识一场 我给你留个纪念吧 说完 在皮上山的额头上 刻下纳粹图腾 看着满脸是写 痛苦哀嚎的皮上山 永强露出得意的坏笑 本片完 关于希特勒的死因 这里纯粹是本片的虚构 很多电影和书籍 也演绎了希特勒的不同词法 但是哪个才是真的 至今还是个谜 希特勒真没真死 还未可知啊 好了我是牛叔 没点关注得赶紧点一点吧 有点正事啊 我是牛叔 一个只知道 瞎百贵的故事讲述者 如果你喜欢我的风格 添加我的微信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还有独家发布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觉 扫描它 扫不出吃亏 也扫不出上当